哪怕我是學衣的 將來我去開咖啡店 我怎麼能夠向主持商 或者向我的partner說明我能成功 那我背景就不再次發明 我選擇所有學習的東西 有強項的東西 但並不是說我不能去開咖啡店 如果說我跟湯總說我是學衣的 但我覺得咖啡店的生意肯定好 而且我都已經站在共託中了兩年 已經當了manager了 那他就覺得我這邊就跟我突然想開咖啡店 這概念不一樣 同樣的道理 你不管是做生物也好 做醫學也好 你想想你自己到底能幹什麼 就是能最強的收服的人 然後呢還有這個unique target 就是你那個項目 你要知道你想做生意 你那個idea一千人一萬人都想過 我記得我剛剛開始開公司的時候 那個latchy是一個很有名的社員 他就說海鮮你好好的 你幹嘛去開公司呢 但我吃了三次他不公益 結果我乾脆就不上班了 所以最後他也把我叫去 他說你肯定能成功的 我說為什麼你就相信我能成功 他說中國人一萬人裡頭 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都想做開公司 在這裡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能夠去把它想好了 把它organize好了 然後就在百分之一的人裡頭呢 也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呢 敢就是爭取做嘛 天不霸地不霸 當然你可能就是那個 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一的人 那可能就有希望成功 那我說可能也有很大的希望成功 十百分之一當然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一定要想好 你的idea再怎麼bride 但是人家已經想過一千遍了 想過一萬遍了 那你要怎麼想 那所以等會我會舉一兩個例子 就是說我當時想的是什麼 比如說我就拿我自己的ACG公司 我當時開有一個就是天是地利人和 雷總說 當時很早 我那是九四年有這個idea 我跟那些投資商講 他們覺得哇 他你能合成人工的基因 那這肯定是將來不得了的 不管我懂不懂基因吧 肯定是有的 所以他說你寫個別人的計劃給我 我來finance 所以我呢也不懂什麼叫別人的計劃 然後呢寫了兩張紙 你年年還不如這麼大的給了他 他說呀 可是我能理解你是不會寫 但是你能不能把盤子寫大一點 你要十五萬 我們不會投十五萬 我們起碼是以 million以上 我們才覺得要投資 那我說我也想出那麼大 因為我想的是很小 他們想的是很大 但是現在我就是說 反過來我的失敗經驗就是 我其實腦子裡早就想好各個東西了 只是沒辦法那些地方寫出來 所以將來我們自己也考慮 這個target是你當時是一個first story 那你這個target就對了 那現在你說再去做合成DNA 我跟你說來飯碗都保不住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不同的道理 然後呢我覺得呢像我們中國呢 你一定要用我們自己中國的強項 現在就是好就好 以前老華僑都說希望祖國強大 那現在我們 我也是出來二十多年了 也算是老華僑 我現在不光是喜歡中國強大 覺得中國強大 我們確實是受益很多 因為什麼中國市場 是我們華人在北美一個特點 現在我把你各個領域都說你也說了 就希望很多北美的人才回去 是指北美的公司找中國人才 那同樣也是一個道理 那我們就想到 我這個企業能在北美開 但我那個市場能不能是在中國也有 那這個就一定就吸引力了 如果說你沒有很大的市場 當然我還是覺得說不管開什麼公司 在北美的公司呢你才能拿得到股資 你中國的公司到再來去找同志 困難就相當大 因為是一個reputation的問題 還是一個管理 一個透明度 還有一個法律 這些投資商要考慮很多 那在這個第一步之前 還有很多步你要做準備好 就是說是你這個有了idea 你有plan 那我覺得最關鍵最關鍵 你能不能找到人 這個世界上已經不能自己一人開公司了 除非你是網絡公司 那現在網絡公司也不能入 那你一定要找到你的夥伴 那夥伴的話呢 最早就是要找你最親近的 然後呢最好不要找跟你是完全是同行的 如果你是搞生物的 你再找三個搞生物的 你還是沒找到你的夥伴 你要找到一個搞生物的 搞市場的 甚至搞那個金融的 那天才會找到一個搞生物的 我們可以找到小管的